趁着年轻多尝试不一样的行业累积经验 这是一个79年次的大男生 从物理治疗转做餐饮的动力 服务的对象也从病人变成客人 而店里主打的海鲜塔火锅 创意是来自一个思念母亲的李长伯 来 修 修 小心张蟹 堆高六层的海鲜塔豪气上桌 每一层都很澎湃 蛤蜊 白虾 小卷 螃蟹 鲜鱼 最底层还有沙茶锅 摆开阵杖 攻陷无葬庙 好吃 我住一人 我听说新做的很好吃 从一栏专专专来的 都喜欢吃啊 因为它的东西都新鲜 新鲜就好吃啊 蒸汁逼出来的海鲜汤汁一层一层滴进锅里 成就鲜美汤头 这时再加入一片店家自制的汉堡肉排提味 为什么东方的红烧汁头可以煮汤 那这汉堡排应该也可以 煎到半熟 然后你在那煮沸之后 在这个汤里面把它搬开 它牛肉的原汁 就会滴下来我们这一锅汤里面 那我们这一锅汤不止还有海鲜的鲜甜 还有牛肉的鲜美在里面 六年级后段班的老板蔡孟伟 母亲以前经营的就是小火锅 后来自己成了东港的女婿 她两相结合研发海鲜锅 至于海鲜塔的做法 灵感是从阿嬷的蒸笼来的 以前阿嬷在蒸肉粽啊 蒸花柜的那种容器 然后想说蒸东西给小朋友吃啊 然后想说真的这个效果还蛮好 因为那个蛤蟆的鲜甜度 也是滴下来下面那一锅 所以我想说这个方式 真的还适合我们台湾的火锅 既然主打蒸海鲜 食材就得够新鲜 所以朽期的鱼货天天从鱼港直送 下次最美美的时候 你帮我选有鱼的啦 待会儿呢 肉要丁的喔 当然 要四个也要选外的喔 这个赤嘴... 这是冬季才有的虾牌 这肉质比美龙虾 麻烦 这白鱼是这么白鱼喔 这是正白鱼 白鱼是油袋差在眼睛 这边是白色的 然后后面这个漆 这个白鱼 如果我们像镜头的那种 用油袋 这眼睛会顺便是浅绿色的 然后这后面是浅绿色的 你帮我抬一抬喔 OK 那我们再去别的地方 好 朱维这边的东西种类蛮多的啦 那它的商品很多 然后看起来都很新鲜 都是活的 因为我们主打是新鲜活体 现捞的 所以这里蛮符合我们的商品 这只差不多多重 这只大概3.5公斤 大概6斤左右 6斤左右 对 这样这只差不多多少 这只大概4 5千块 4 5千块 对 有些我们客制化的料理 客人会预定这个 也都会有 对 还有玫瑰糕蟹 这种鞋是糕和蛋白鞋 玫瑰糕蟹 对 这玫瑰糕蟹就是顾得其名 它里面的虾糕很饱满 对 日本毛蟹 帝王蟹 松叶蟹的日本的 三大鸣蟹通通在这里 采买回来的鱼虾贝类 仔细清洗干净 接着各就各胃 通常我们虾子是没有在蹭 就把它放满 对 铺满 就觉得很丰盛 澎湃 就是原则上就是铺满这个 只要我看到空隙这样 新鲜看得到 我们死了就不用了 因为螃蟹死的话 它会有个味道 阿摩尼亚的味道 耗时费工的火锅高汤 也得抢时间起火熬煮 鸡胸骨 释放它的甜味 鸡骨头 对 那还有鸡爪 鸡爪 对 很大量的鸡爪 就是要熬出它的胶质 就从以前的时候 妈妈在煮的时候 在做小火锅的时候 那我们吃 就很实在的汤 不加一些什么 人家现在速食的方式 速成的方式就是加大骨粉 什么鸡粉 我们通通不含那种东西 就真材实料下去熬 而高丽菜梗则是汤头美味的关键 美味的来源 也另外一点就是没有浪费那一点食材 连梗都可以再食用 都放下去熬 就释放出鲜甜的味道 就看蔡孟伟处理海鲜的首饰架式 相当熟练俐落 她却说自己是边开店边学习 因为她的主业其实是台南市的里长 是兴趣 跟当里长的差很多 有差 做生意有做生意的乐趣 当里长的当里长的乐趣 但每天像我昨天也是调解一件 劳资的纠纷 年轻里长博跨足餐饮业 店名中的两个月亮 是为了纪念仪式的母亲 以及感念辛苦栽培女儿的岳母 妈妈的名字里面有个月 那我丈母娘她的名字也有一个月 那想说纪念妈妈 因为妈妈也是不在的 所以是开这个餐厅纪念她 然后也感念我丈母娘 把她的女儿取备给我 所以还使用他们东港的海鲜 还有他们的一些特性的东西 所以就用这个名字 她的精神就是不怕人吃 就是我们讲求是澎湃 所以我们的东西 就是尽量把它铺满就对了 不要去计算成本多少 就是要让消费者吃得很饱 吃得很高兴 这样 妈妈那是什么知识 对... 谁还有一些你在做小朋友 就是不怕对不起 对... 有些学生来饭都不用钱 大家一直吃一碗十块钱 结果大概吃三四碗 但是那些旧学的学生 大家吃不饱 对她的个性学生 虽然从小跟在乡 母亲身边帮忙 但是自己当陶鸡毕竟不一样 妹妹嘎嘎各种滋味 总是遇到了才能体会 这些食材也是都是要去试啊 要去买啊 去摸透这些食材的特性啊 也不能说随便一样都可以拿来蒸 蒸乌拉鱼 我想说乌拉鱼 很多乌拉鱼有没有 小朋友很健康很营养 蒸 结果乌拉鱼的鱼 太细致了 整个都糊掉了 就像一个派一样 对 开业不到两年 蔡孟伟的创意海鲜塔沙茶锅 已经拓展七家店面 横扫北中南的餐饮版图 你当我买到你的吃饭料 我订过 有时候又订不到 我说你当你没帮我订过 最大理由是房间的 我帮你们介绍一下 你们现在手上 手面上的这个茶茶茶 这是我们自己 文特的用电话下 让我们做成的茶茶 79年次的蔡大为 是蔡孟伟的台北合作伙伴 两个大男生说 或许都姓蔡 本是一家特别投缘 也或许两人都是不务正业 有种革命情感 蔡大为物理治疗系毕业以后 和太太一起经营诊所 后来姻缘际会认识了蔡孟伟 竟然决定器医转行 服务对象从病人变成客人 趁年轻的时候 可以多出各行各医 那你觉得多个菜医院 也比较快 比较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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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比较快乐 他说好像早点一定会吓一跳 说这中午你治疗的 对 我想说这个小伙子 到底要干嘛 没有做过吃的 炒创的时候 我们也是两个就带着他 去我们竹尾渔港 然后一家摊贩 一家店家去摸 去介绍 去讲解 然后什么东西有它的特性 什么东西可以买 什么东西不能买 对 像养殖的海水淡水分类 让他知道 对 才不会也 有些商家也是 他做生意也是要赚钱的 但是我们自己的经验也要吸收 来修了 阿嬷的蒸笼 母亲的火锅 还有鱼港的海鲜 所谓的原味 原来是思念和诚心的味道 这对夫妻年轻的时候一度沉沦在纸醉鸡迷的世界 直到孩子渐渐长大 才发现到为人父母身教的重要性 夫妻俩及时回头 脚踏实际做起了沙茶锅 重新为孩子建立正向的价值观 好 现在客马 要不要等一下 三位 我带的汤要多点喔 不吃这种感觉 反正就是很喜欢他们的感觉 因为它的口味让我们觉得 很特点就是了 就吃了就反正就吊吊的就是了 就汤底的东西蛮好吃的 每次回来都会吃 就吃完然后再去搭车回去学校 外面五万人加一碗 要一个综合吃 因为自己配吧 汤头好啊 对啊 汤头不错啊 东西又新鲜啊 食材这个都用那个县层那个县载肉 不是用一些冷冻肉 我住在隔壁我常常来吃啊 你多久来吃 我一个礼拜 到后有时候一个礼拜来吃一次 一聊到沙茶炉老台男人 三 四十年的芳妇记忆 仿佛能随汤锅里的香气 越越滚越鲜愈 锦门来的十之八九都是熟面孔 到底怎么能这么死周 老主部门难以形容的 其实就是汤底下那份扁鱼的城后 在干就是把水分逼出来啊 这个这样是半成瓶啊 半成瓶啊 它这个油炸的东西不能含水 含水分啊 含水分它含水分哦 它就炸不起来 南台湾的日照充裕 碎碗晒扁鱼 对于林茂盛来说 简直实在舒服不过的事了 扁鱼干的香 趁上大好阳光 不用一个上午睡分钟干 立刻就能抛进锅里油炸 送做今晚店里的材料 这个就是靠温度而已啊 靠温度一定要拉到 拉到180度 如果你不到拉到180度的话 它炸下去它就会花霉 事实上这一样许多老台菜内 都必备的灵魂佐料 油炸门槛并不困难 主要是扁鱼不耐炸 半分钟内逼到金黄 就足以捞起 倘若油温掌控得宜 它绝对是厨家们 爱不释手的天然调味品 可惜的却是这个年头 炸扁鱼的人家也越来越稀有 现在差不多炸扁鱼的问题 都是在环保的问题 烟啊 烟啊 烟很大啊 烟很大啊 所以说现在炸扁鱼都 差不多是比较多 第一要设备 也没有设备 就是被人捡起来 捡起的比较多啊 提及这一位 在白菜鲁获鱼羹里 都不可或缺的扁鱼碎 晒起来鲜香 油炸过更风脆 但偏偏久闻后 掺了空气里的杂味 便一定化为浓臭 林茂盛会搬到荒野来设厨房 当年也是鲍鱼 全被邻居们投诉过了 就是给人家抗议才在这里 说烟太大 十几年前了 我在这里已经造十几年前了 那时候这个还没盖起来 说起来玩耳 奇医师老师的汕头沙茶奴里 高汤灵魂实在不是沙茶 而是饼鱼 就连制成沙茶酱的众多配料内 扁鱼也还是占了一席之地 林茂盛的这项手艺是 继承自广东级的老兵父亲 所以自然正宗道地 不过年轻时 他可一点也瞧不起做沙茶 赚保利养家 终整有十年 陈伦鱼只醉精明 做主头做坤鱼啊 做你啊 心里不安啊 好像说年龄很多人啊 说起来我们以前就 心里就过意不去啊 他口袋的钱跑到我这边来啊 我多叫我女儿 不要你爸爸在做什么 也不要跟同学跟随 说你爸爸职业是什么 也不敢说你是做主头 以前你会觉得这是不好 讲的就是什么 对 总是在为人父母以后 剪头上的实名感又更显凶厚 林茂胜为了儿女 最终甘愿金盆洗手 就像当年来台的夫妻 同样也为了她 为了一家更保暖而详尽办法 那个时候来台湾也没什么 她就是一个老鹅啊 她是一个老鹅 没有一技之长啊 你要怎么办 也要养家糊口啊 做一些那个我们家乡的味道 差不多那个时候 第一代的外省人都是这样 看你是哪里人 就是做你家乡的味道 还记得那个年代 刚来台的外省一代 生活辛苦 林茂胜的爸爸和几位老兵 刚开始都是这么铺茧度日 他住的地方就是很客烂啊 就像他们那样啊 来个工作啊 工作晚上 晚上两张桌子就拍 合起来啊 合起来睡觉啊 棉被铺一铺啊 那个操起来 操起来操起来 操起来操起来就出味了 蚊脏拐就昆了 拌好的沙茶 配上一锅牛肉炉 所谓的香愁疗法 莫过于如此一碗 许暖的潮汕味道 差别就仅在南部口味偏甜 而北部沙茶则紧了点二沙 那时候 那个沙茶有多次请一些老兵嘛 一些老兵 那些老兵 有路没家嘛 那时候还没看清 他们很不会去 他只有 只有找一些家乡的人在一起走 那时候我记得 我二十几岁到三十四岁以后 我爸爸店 厨系那间 至少要排两周 排两周点 那会我吧 要不要加汤 加水汤 那一幅客人熟人 围炉团圆 几乎把店内挤满的场景 不知从何开始 竟慢慢演变成 碎碎年年 夜夜都是这番滚热气象 林家的小女儿 是这么回忆童年的 每每从二楼住家下楼 楼下永远坐满客人 随时随地 就算半夜十二点也不例外 都很疲惫啊 每天都很疲惫啊 然后你会觉得 抽这个 他会觉得 干嘛还要抽这个 塞满方桌圆桌的 纵身店面虽不算狭长 但怎么关得住一颗 从小就厌倦忙碌的心灵 要不是前几年爸爸病了 妈妈年迈了 二十几岁的励志少女 大概也不曾考虑回来过 高血压很严重的话 就会 就是会可能 就可能会牺牲这样子 然后爸爸就是那时候 就是开始那种水肿啊 不能工作啊 然后爸爸就要回来啊 因为这个就不可能 找别人做啊 爸爸妈妈辛苦打拼的江山 做女儿的 就算再不愿接班 总还是不舍老店就此拱手 让人了 但也索性自己过去几年的叛逆 尝过苦领过低心 所以如今才更能任分珍惜 我会觉得说 你都已经活不下去了 然后还要想说理想这样子 像我很多同学 他们可能就是 他们不敢结婚啊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说 要组成一家家庭 可能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钱是很重要的事情 或是 跟人家组成一个家庭 也要一个事业工作 但是人家就会解释你啊 70年的老味道 尽管无患心仪 也不管劳累又禄 以多么惊人的火候 干编着两代的意志力 至少他们依然继续着 不为任何也许为的 只是那份一辈子 都无法更舍的亲情 嘉宜香弄内有一间 经营超过50年的 家庭式沙茶炉 所谓的家庭式 就真的是在自家客厅 摆几张桌子 虽然没有装潢 没有门面 但是永远挤满了客人 生意已经够忙了 第二代老板 还是一销特搜队的议员 曾经在小年夜的晚上 才刚出完客人的餐 他就直接到灾难现场救援了 几十年来 他的英勇善心 已经化作无形的招牌 成为老味道背后 最让人难忘的调味料 大概只要是称是汕头火锅的 那种沙茶牛肉卤 沙茶一定要自制的 我们以前卖有牛肉 羊肉 猪肉 鸡肉 就是比较重口味 然后最主要它说 其实主要就是为了吃肉 每天一早开了店门 寄中浴的行程就是骑着机车 绕进东市场喝婆婆妈妈们鸡 家庭式的沙茶炉 就算今年已经超过一甲子 传统四厨 还是习惯亲眼看清什么买 不怕挑到昂贵的 就怕自己哪一天偷懒 业者送来鱼木混猪的 你在这个东市场里面 要采买的这个店家 算一算有几家 大概十家左右吧 因为菜的部分 我营业品相不多啦 那菜的部分都几乎固定在同一个地方买 那有的东西 像蛋啦 我没有在固定的地方买 就是比如说我这间买不到 我会到店后一间买 你记得前面拿白菜挑那个 大的就好了 不要山东白菜 像这个是我爸那时候 就一直在那边买 因为他们的都是本产牛肉啦 都是台湾牛的 那台湾牛的部分 它因为以前有的人盛行灌水 那我们灌水 灌水牛肉 那他们的从来不灌水 所以我爸那时候就特别都找他们合作 就像王家族传牛肉汤 就跟他们家族的卖牛肉的一起收 就收购他们的牛杂的部位 配合五六十年的本土肉伤 情感基础除了商欲诚信 小时候也因为彼此的上一代 所以看着彼此长大成家接棒 岁月流转 终于也轮到季中欲 把女儿带在身边见习的时候了 这样价钱才有 我们固定配合久的价钱 当然是有差别 营业用的也有差别 所以要特地带女儿来 对 她认识以后她也知道 说要拿漂亮的牛肉给我们 就是这个意思 走 拿进 等一下 等一下你直接菜先洗一洗 手里的潮扇沙茶 从爸爸那一代起 就是自个儿炒自个儿泡制的 这也是传统店家 对沙茶炉的减持 只是老佩帮因应在地人的口味调整过 也跟台南即将老字号做法大不相同 汤头不方炸扁鱼 三个月才炒一次的沙茶 除了炮制成沾酱油 也加进清雅的高汤里化成金骨 它是广东省接阳县 就在汕头旁边 汕头寺旁边 所以它算是真正汕头的 其实沙茶在我们家的产品 沙茶其实是 可以说是农产品的组合 比如说我这里面就含有大量的 沙茶之所以每个一季才手炒一次 还真是因为过程太繁琐费力 毕竟除了葱酥蒜酥 花生集中药材 举例虾皮 红皂味增 都是得各自手煮后 才浓层层叠叠 依序过进大锅里翻炒 老宅内的厨房两口炉子 平日时下应付不了 尤其矮郎也窄到 放不下一台切肉机 我现在是把它油剃掉 然后把这个是它 金的部分挑出来 金的部分有的人喜欢吃 纯吃金 纯吃有金的部分 比较有嚼劲 把它先冰起来 来不及了 老店里的沙茶锅不分五碗 客厅及餐厅 五张圆桌一定坐满 不过爸爸那个时代店只刚开始 还设在县府时 日日夜夜 热闹喧腾 那才是最鼎盛光景 因为八十年那时候 大概就是县政府班桌 我们也等下县政府的员工 消费合作室 他把那个地方卖掉 他卖掉那时候 我爸爸就来买这边 我在嘉义市 我知道我们就搬了十一次家 但是我的记忆大概两三次 那我们住的都是 我们去住那房子都很简陋 都很简陋 都是有个床 有个地方洗澡而已 对于相差四十多岁的老父亲 随着国民党来台 退伍的过去 既终于不曾听大人描绘过 印象中 爸爸总是严肃的 只知道当年他放弃退休金 申请自谋生活 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餐厅 也自己做起沙茶 食材药材 百味分尘 搭配起大鱼大肉 却不麻痹味蕾 反倒研绎了食物美学 生意理所当然蒸蒸日上 它的口感有个很特别的味道 我觉得我蛮喜欢的 味道跟一般的 山桃火锅也不一样 它的汤头味道不一样 它们的沙茶呢 比一般的沙茶的味道更浓 更香味 更好吃 妈妈常常带你来 怎么幼稚园又来了 妈妈肚子已就来了 它那个第三代呢 怎么样 记忆中的味道 记忆中的味道 那都没变吗 没变 这整个家庭都一样 餐厅 桌椅 碗盘 有啊 没有 炉子换新的了 刚换新的 它以前那个炉子还是用炸火 用那个火柴田 那些客人点的菜这样 我就觉得很酷 我一定要把这招继续用 几十年来 老房子的味道始终没变 汤锅 桌椅 黑板体花窗 有的时候 妇女俩甚至分不清楚 客人眷念的是 建议还是美味了 而和爸爸不同的 是记忠于不仅把老招牌顾好 也把热血投注在每一趟 一销抢救上 就我八十四年一进去 就遇到嘉年华大楼的火警 那次我蛮震撼的 我进去那个现场 就在楼梯间看到那种 敌难者 我觉得好可怜 怎么会这样子 如果你早一点到 他能不能活下 自此之后他无意不语 九二一定阵 高雄气暴 台南围观大楼倒塌 几乎所有重大灾难 踏壁出勤 腰椎受伤 压迫神经也始于救火任务 嘉应以前有个星光帮 KTV大火的时候 我进去那个屋顶塌下来 他把我压在底下 那我其实走路有一点 就是会跛脚 但是不是脚坏 是我神经在痛 然后就特别印象深刻 就是气宝那一次 他说他 他说他们在的那一区 好像有残留一些气体 那我就很担心 结果后来就是他回来了 我就出我们家打门 然后看到他 我那时候也还不敢跟他讲话 所以我就看到他 我就打招呼这样 然后爸爸就走了 那我就骑车上路 然后我就开始流眼泪 就超感谢他回来这样子 谁先 七号 七号啦 好 那我端过去 说不出口的那一些话 也许最激动也最深切 季心如从小对爸爸 有段难以亲近的距离感 就像父亲对爷爷那一般 不过也因为前两年大学毕业 回店里帮忙 两夫女的感情更浓密了 他说如果奶奶还在 看见今天的样貌 一定会很欣慰的 老味道依然丰富淳朴 老宅里的每个角落 也还是人生顶沸 心里有光 儿孙都在 也朝朝暮暮 复刻着围炉的美好